亲爱的大家八天父 谢谢你丰富的恩典 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一起来到这里 一起来认识了解关于精神疾病 今天的主题 很特别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 关于精神疾病与鬼父分别这样一个概念 其实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我们能够了解的真的有限 但主啊帮助我们能够从今天的讲座开始 更认真的去面对我们面对这个世代 我们真实要认识许多 认识真实的需要 让我们不只是看中我们自己的需要 乃是在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各种的需要上面 我们真的有足够的知识去辨识 去认识去理解 也成为别人的帮助 愿主帮助我们今天整个讲座的时间 我们都能专心在这样一个蔡牧师的分享里面 也愿主保守蔡牧师 在主的恩典里面有足够的体力来与我们分享 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好今天这个讲座 我想大家慢慢的都会发现 我们目前教会人数越来越多 来的人越来越多 其实我们会面对更多不同族群的人 也面对不同需要的人 那教会里面呢 慢慢的除了我们下个礼拜会分享的就是 遭遇忧郁症的一些需要之外 我们这个礼拜我们要先面对的另外一个 我们过去可能比较陌生 蔡牧师在之前 他也有很多篇的那个主题 那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看过的一个主题 就在于精神疾病跟鬼父 很多时候我们对鬼父都觉得很恐怖 那精神疾病呢 又有些人 我们分不太清楚 他现在状况是怎么样 那这样子的东西呢 在教会的团契辅导里面呢 也开始表达出一个声音说 传道我们对这个东西其实很陌生 那我们的孩子如果这样状况的时候 我们不会 我们不应该是去怕他们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面对他们 那我们很高兴今天 蔡牧师在辛苦的三堂讲道之后呢 做了稍微的休息 要继续与我们分享这样的主题 那我不再用太多时间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蔡牧师 这个题目其实 我以前在别特神学院是开一学期的课 那那个观生跟我说 你可以来讲 我说可以 我说你要给我几个小时 他说大概一个多小时 我说那我就讲introduction 就是一个简介好了 那又有机会再详细的讲 那这个题目是跨领域啦 就是这个是宗教的领域 这个是精神科的领域 所以科学跟信仰 或是宗教跟医学之间的 这个跨领域就比较难啦 就是说有一些传道人 他很有感悔的经验 可是他没有念过精神医学 所以他要处理这个问题 他有困难 很多精神科医师 他有精神科的训练 可是他没有宗教的方面有困难 我刚好就是两边都有啦 所以我想我可以讲一讲 到底从我这个人的角度 我又是精神科医师 又是牧师 到底我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是一个 诠释的议题 我必须解释 This is a problem of hermeneutic 是诠释的议题 容许我先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我今天 我一点半要到这边来讲这个专题 那早上我必须要在楼下讲三次的讲道 那我当然就有一点压力 因为时间的压力 所以就赶快讲讲讲讲完了 然后就 那本来要搭电梯 但是因为很多人在搭电梯 来不及我就开始爬楼梯 刚好爬到五楼快到的时候 就踩到一个香蕉皮 头就 我说如果这样的话 我就头就砰 然后就马上 你就听到那个声音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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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10 然后就把我送到台大急诊处去了 头部外伤 里面有初学啊 马上开刀 结果你们今天来的就白来了 因为讲员受伤跌倒 送到台大医院 所以今天取消 假设这样 你会怎么解释这件事情 好 这件事情就是一件事情 你问一个物理系的学生 他说这个很简单 这个叫摩擦力的问题 因为香蕉皮之所以会跌倒 因为它的摩擦力系数很低 所以如果你踩在香蕉皮 你又不平衡的话 再加上地心领力 你一定是跌倒 这样讲对吗 所以很简单 这个问题只是摩擦力的问题 还有地心领力 所以这样子一个物理学家 就把我这个事件完全解释清楚 这个叫解释知道吗 为什么他会跌倒 摩擦力跟地心领力 这样就好了 另外一个是 不是物理系的 它是什么 它是这个心理系的 他说不是 这个是因为蔡牧师啊 他又念了 又念了神学院 又念了医学院 而且念的还不错 所以他就骄傲 这个是蔡牧师的问题 人一骄傲呢 走路就不会看地上 就是看天上 不然你看看 你是看一个人 走路如果这样的话 就是了不起的对不对 如果走路这样的话 就是比较谦卑的 因为他过去一生也表现太好了 所以他走路都不看地上 所以有香蕉皮 别人怎么爬都不会跌倒 只有他跌倒 因为他不看嘛 他如果看到他跨过去没事 你摩擦力地心领力 也不会让他跌倒 所以是他的问题 他应该要谦卑 完全解释这个现象 完全没有用到地心领力 对不对 只要我不骄傲 不会跌倒 另外一个人说不是 是哪个臭小子 他吃香蕉 乱丢香蕉皮 如果他不丢香蕉皮 蔡牧师再骄傲 也不会跌倒 对不对 对 你要研究的是 水丢香蕉皮 是那个人 那个人应该要去 用网说 把他人肉缩手 说出来 然后叫他去赔 看蔡牧师要多少钱 他要负责 以后他要小心 不能够没有道德 吃香蕉 不能乱丢香蕉皮 你看今天蔡牧师这样 我们这么多人都没得听 所以这是 一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 跟蔡牧师骄傲没有关系 他也完全地解释了这个现象 这是从伦理的角度 因为他说不是啦 是他妈妈小时候没有把他教好 这是家庭教育问题 如果所有妈妈把孩子都教好 哪里会有人 会乱丢香蕉皮 所以所有的母亲 都好好地接受亲子教育 这是亲子教育问题 后面有一个人说才不是 这是灵界的征战 你知道吗 当蔡牧师一讲以后 很多人对这个错误的观念 都解决完了以后 以后就不会把不是鬼当成鬼 把鬼当成不是鬼 这样的话 那魔鬼就没有地方玩了 所以魔鬼就知道 这是想办法 让他的眼睛看不见 然后他就跌倒 不能讲 你们就一直在黑暗里面 这样他就达到他的目的 这个是属灵征战的问题 这个完全地解释这个现象 你都遇到鬼了 对 遇到鬼 好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人类一碰到任何一件事情 我们不会心甘情念地就说 就是这样啊 我们会问说how how come 对不对 但你在解释how come的时候 就涉及到诠释的议题 你的专业就会影响你的诠释 我们势必用我们比较专业的部分 去诠释我们遭遇的经验 是不是 这里还有位置啊 这一排可以坐 不会有鬼啦 没有问题 我要讲老 这个可以坐 谢谢 这个就是我们教会都是照圣经 就是后来的在前面 前来的在后面 这是圣经的教导 你们很不错 那这个是台大精神科 林宗 林宪教授他收集了一张一张图啦 我用这一张来做我们的开始 这张只是画一个那个Skeezophania 那个精神分泌病的病人 他他心目中想象他的世界 他变成一个很害怕的 他是在这里他很害怕 他在哭 他觉得他的手有火在烧 他觉得这样子 然后呢 他觉得前面有很多眼睛在看他 后面好像有人在跟他讲话 叫他去死啦 去死啦 他就用自己的方法把他自己心灵中的现象 画这样一幅画 请问这个是精神分泌病还是鬼户 他听到有声音跟他说 那个声音是哪里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 因为精神分泌病的病人 真的会说有听到声音 还有看到什么是别人看不到的 看到的是别人看不到的 听到是别人听不到的 这是Skeezophania标准的 他的症状会有 可是如果万一那个后面是灵界的现象 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这是变成一个议题 就是鬼户跟精神病 我们怎么去看他 有一个牧师 他叫C.S. Lewis 你们认识他吗 C.S. Lewis 这个C.S. Lewis 其实他是一个文学家 谢谢 你知道他会上天堂吗 因为他给小子一杯凉水 那个圣经说的 一定会有赏赐 你们没有机会了 Anyway 这个C.S. Lewis 最有名的写的是纳尼亚传奇 有看过那个电影的举手 纳尼亚传奇 对那个就是C.S. Lewis写的 那他干嘛要写那些东西呢 因为传基督教很难啊 不是在台湾难 在英国也很难啊 那你传人家说 这什么时代的 你还在讲什么不结婚会生孩子啊 什么死人会复活啊 讲那些干什么嘛 所以C.S. Lewis他很有聪明 他文学才华很好 那就用他的才华 要把圣经的很难的东西呢 用比喻 他就说一个狮子王 还有巫婆啊 他用这样的比喻 很多小孩喜欢读 很多大人也喜欢读 他那个书变成七本 知道吗 变成巨著 或者就编成电影演出来 这个讲这个大家比较知道 他不只写 他有写很多其他的书 其中一本叫地狱来红 有换成中文 The Screwtape Letters 他就是要考虑那个灵界到底 那个现象是怎么回事 所以他就用一个大鬼在地狱里面 要教导小鬼在地上怎么玩 才会玩过基督教 那本书很小 如果你买来看 大概一个晚上就看了 小小本 他这个大鬼就跟小鬼指导 下指导旗啦 他就写一封信给小鬼说 我跟你们说 这个基督教最近很厉害 圣灵充满 然后传教传得很凶 那你们呢 要有两个策略 第一个策略 就是让他们都相信 这个世界没有鬼 这样你才可以搞鬼 这样懂吗 那用什么方法呢 用科学最好 对不对 科学 因为科学只相信 看得到摸得到的 这样讲对吗 对 我们叫做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我们医学自称是科学 就是你要 什么叫证据 就是眼睛要看到 手要摸得到 看不到摸得不到 就是不存在 那鬼刚好是 看不到摸不到的 偶而来 偶而不来的 所以这个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就是不存在 用两个字来讲 叫做迷信 迷信 错误的相信 根本不存在 它只是乱讲 你们乱信 这样而已 这是第一种方法 一旦全世界的人 都相信世界没有鬼 那鬼怎么玩 你都不会发现 因为你已经假设 这个世界没有鬼 鬼在你面前你也认识它是别的东西 因为你会把它诠释走 知道吗 我们碰到一个现象你会诠释 如果你是物理学 你就看不到心理学 你是心理学 你就看不到物理学 因为你就被你的这个既有的观念 把你绑住了 你就这样去诠释 而且可以完全的诠释 不会有矛盾的 好 那如果有一些死脑筋 保守派的 他就是你怎么跟他讲 他还是相信有鬼的话 他说你还有一招 这一招让他们知道说 不只有鬼 到处都是鬼 任何事情都是鬼造成的 这样基督教会完蛋 怎么叫完蛋呢 因为如果那个老公不洗澡 那太太就说 这个是拉撒鬼 拉撒鬼 所以要请牧师来赶鬼 把拉撒鬼赶走 他就会洗澡了 如果这个学生不读书 这个叫做懒斗鬼 担担鬼 那就找辅导来 把懒斗鬼赶好 他就会念书了 那换句话讲 人就没有责任 这个也是美国 所有杀人犯用的那一招 就是我有病 或是我不是能够控制 所以我承认我做错 可是我没有办法 当我们认为 这事实上 所有的事情 都是鬼在掌控的时候 人就不需要悔改 也没得悔改 因为问题不在我 问题在鬼 所以要嘛 就把鬼弄成不存在 那他怎么搞你也看不出来 要嘛就说什么都是鬼 那我们要在这两个中间 怎么取得一个不容易的中间的路线呢 那这是我 我最高兴的是 我去夫人念书的时候 我的教授是人类学的教授 他是在印度当过 二三十年的宣导师 印度也是相信很多鬼的 他就一直在挣扎说 那你是一个基督教徒 你是一个宣导师 你在那种国家里面 你怎么跟他们谈这个事情呢 他有想出一套方法 那套方法我跟大家解释 介绍 也许你们可以用这个来看 所以这个双策略就是 要嘛都是鬼 要嘛都没有鬼 这是我的老师 我很怀念他 我的博士就是他帮我指导的 他是Anthrobologist Dr.Paul Hebert 几年前过世了 他写的论文在1982年 很早 35到47页 宣道学的杂志 1月10号 他的题目叫 Flow of the Excluded Middle Flow of Excluded Middle 我把它翻译成 失落的中间层 或是被排除的中间层 基本上人类学家 在讨论不同文化的时候 都是用宇宙观的态度来看 就是说 你所看的世界 你相信 它最后是什么造成的 这个世界最大的争辩 一个就是唯物论 这个世界最后就是由物质造成的 共产主义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 心灵是不存在的 那个是假象 真的存在的只有物质 像佛教都认为物质是假象 真的存在的是心灵 我们叫做唯心论 换句话讲 如果你用唯心论来看这个世界 你的解释有一套 你用唯物论来看这个世界有一套 那如果你说 那我怎么想一个方法 唯物论也可以存在 唯心论也可以存在呢 那他就是要想到这样的一个架构 我们叫做paradigm 一个思想的架构 来可以放所有全世界的人相信存在的东西 都有一个地方放 这是我教授给我最大的一个帮助 他就说 这个有一个中间层 有上层有下层有中间层 基本上就是说 有一个三层楼 或是说三格的那个书架 书架或是置物架 然后他还分左边右边 他用这样子来 假设一个假设的一个架构 来放所有人相信存在的这个世界 那他这个称之说Wordview 这个不是那个Voxfogen 不是金龟车 不是VW他是WV 你的世界观 这个刚才有讲 就是你的架构 他说这个世界 你可以用一条线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此事 一个叫做他是 换句话讲 有的人认为这个世界就只有一个 没有别的 那有人认为说没有 我们这个世界只是我们 还有一个我们以外的世界 如果你有这个观念 叫做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我们所存在并不是全部 还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 那这样你的观念就可以画这条线出来 在上面的就是他是 下面的就是此事 此事是我们可以摸得到碰得到的 好 他用先这样的分 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全部上面没有 那你上面就没有了 你这条线画不出来 你整个世界就是此事 这样了解吗 我们先假设因为有很多人相信 死后有天堂啊 有人相信有轮回啊 所以这个世界不是全部 应该还有什么世界 如果假设有这样的可能的话 你必须把他的空间先保留 所以画这条线是把全部的世界分成此事跟他事 那么在此事的范围里面呢 他说还需要用一条线来分 他不听话了 我不知道 他有时候会当机 应该还不错 希望可以 好 我们再画一条线 绿色的 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又可以根据我们的五官 分成五官可以接近的 跟五官不能接近的 这样就变成三格了 在此事里面并不是什么都是可以 所以empirical 就是你的眼睛啊 耳朵啊 你的触觉嗅觉你可以去察觉到的那一个部分 那个叫做empirical 就是我们科学最常玩的就是这一块 可是还有一些是我们没有办法 五官没有办法去察觉 可是它是存在的 它是在我们当中的并不是在外面的 那这个叫trans empirical 如果你同意他这种说法 就是这个世界有此事跟他事 在此事当中有empirical 有trans empirical 这样你的世界观就是三层世界观 这样了解吗 有other world 有this world trans empirical 有this world empirical 就是这样子 那中间这个就叫做中间层 它的中间层就是 它是在这个世界 但是你没有办法 拿到科学实验室去实验 或是去怎么样检验的 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科学家 他是那个微物论的 他是empirical 那他们实验室 刚刚买了一个直谱仪 你知道直谱仪吗 就是可以把所有的元素 都可以把它的光谱分析出来 他相信这个世界只有这个东西 所以有一个牧师 有的人跟他聊天说 没有啦 世界还有别的东西 是你们科学家不能碰 他说哪里的话 我们这个最先进的机器 你只要拿到这东西出来 我就可以把你分析出来 一个都不会跑掉 这个牧师下一个礼拜 就拿了一小瓶的水 说请你帮我分析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他说给我一个礼拜没有问题 回去就跑直谱仪 哇 那个电脑分析出来 下一个礼拜跟牧师喝咖啡 他说牧师我告诉你 这里面有99.5%是H2O 是水 然后有0.3%是magnetium oxide 有一些是什么cadminium 打到很细微的 因为它是很新的植补仪 什么都打出来了 牧师就跟他说 请问还有吗 他说没有 你确信没有吗 他说没有 因为我们这一台是最新的 只要里面有 我一定查得出来 他说请问 你知道我哪里拿到这一瓶水吗 他说我不管你哪里拿到 我只是负责告诉你 这里面有什么 他说这是一个妈妈 为了一个不定话的孩子 所流的眼泪 然后科学家就看到这个牧师说 你要想怎么 他说你查得出来 这里面有妈妈对孩子的爱吗 请问 查不到嘛 对不对 可是有没有 有啊 因为那个不是普通的水 那个是妈妈的眼泪 这个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就知道说 我们世界有很多东西 是没有办法放到实验室的 精神科常常是处理这一块东西 所以常常被神经科的教授嘲笑 我那时候在决定要去精神科的时候 我们的洪祖北教授 就说你傲待 没在意乱第一名 你去那个没有前途的科 那个根本都是乱讲的 根本没有证据嘛 我们神经科才是啊 我们有脑啊 我们有断层啊 有什么 那有一天你们都没有工作 因为我们以前是你们的 后来我们发现了 就变成我们的 然后我们一直拉过来 以后你们就是喝西北风啊 真的 psychiatrist处理的正事 不容易拿到laboratory去research 现在多一点点了啦 因为我们对脑的那个研究多一点 但是还有很多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我们都相信它存在 我们对爱 对恨 对这些内心的世界 对我们都有那个经验 可是拿不出这个去给人家实验室去搞出来 那那一部分就叫做 this world trans-empirical 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就了解说 这个世界大部分是可以用实验室来求证 可是有一部分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你的观念中有这一块吗 他就说我们能够五官去了解我们手可以去碰可以掌控可以操作可以实验可以预测的 这个就是我们最接近的这个叫imminence 内住的 那远远的地方我们也不能实验 不只不能实验 连感觉都不能感觉 那个远远的很奥秘的那个叫transcendence 所以呢我们的宇宙就有超然的最超然的部分是我们只能相信它有 但是一点都没有办法去碰到的 还有我们可以长在手里来玩的 这这样两个极端就分出这三个阶段 然后他就在中间再划一条线 就把这个书架分成左边跟右边 所谓左边右边就是这一边叫做机器的 这边叫做机体的 那这个就是有生命跟没生命的分别 你知道黏化学有有机化学有无机化学对不对 我们很多东西呢 一旦这个学问一碰到生命呢就会开始有变化 因为生命就有产生一个不确定性 生命的特点就是 它会做出不按牌里出牌的动作 所以呢在生命科学的领域呢 常常就不能那么确定 就是这边叫机体的 那这边是确定性 它完全符合那个宇宙的定律的 所以这个呢我们能够掌控预测的能力很高 物理学大部分是在这边 知道吗 所以只要你把那些物理的那个什么 三大定律其他定律搞得很清楚 那你把资料输得对的话 它后面出来是很准确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control的很清楚 这边是比较不容易control 那这样就分成六格 我们说我们的世界观可以分成一个 三成六格的一个书架 这样讲 那么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现在所有你知道的东西 要把它放进这个书架 第一个就是在右下方这一格 它是机器的 它是可以实验证明的 我们大部分的孩子这一生呢 在学校学的是在这个领域 就是natural science 自然科学所研究全部的就住在这边 那这边呢就是生物科学 还有社会科学就跑到这边 因为有涉及到生命不确定性会出来 我们把它称作humanistic science 人人科学包括经济包括法律包括政治 包括很多东西生物等等 这一些就是人人科学 所以我们所有的科学都是empirical 但是有分organic 比较偏向organic还是偏向mechanistic 就分成自然科学跟人人科学两大类 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是科学 那最上面呢这个右上角呢 就是大家相信的至高的统治者 这个至高的统治者 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说法 那这个佛教讲最高的是yay karma yay就是一个规律一个规定 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是绝对的没有人能够动它了 这个就掌控了你的一生的命运 善有善报 这是一个law 一个法律 一个规定 就是这样子 这是最高的karma 这是你的业 然后印度教认为这是环天在控制一切 Brahma 中国人相信两个 一个是命 这是你的命 你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认命 因为命你动不了 这是固定的 所以这边是属于机械的 这个都是固定的 它是定律 还是它是命 或是中国所谓的阴阳 它的命要分成有阴阳 阴阳可以互相运转 所以这些都是至高的 你也没有办法讲清楚 但是你相信他在那边 他掌控了整个世界 整个人类 我们基督教相信的是上帝 为什么他不在这边呢 因为他是很难很难处理的 他老人家高级 不高兴就听你祷告 不高兴就不听你祷告 你一点办法也没有 就是他是一个不确定性很高的 由于这样你还可以跟他撒娇 对不对 为什么你要祷告 因为上帝是活的 他可以改变他的想法 虽然他是至高无上 他有时候听你可怜就好吧 那就罚外示恩 有可能的 这边你就不要祷告了 没用 反正善恶恶恶恶恶恶 绝对不会动的 他是mechanistic知道吗 绝对的 他一动的话 他就不是绿的 对不对 绿是不可动的 所以绝对的就在这边 他是至高 可是他是还可以动的 就会放到这边 我们中国很厉害 除了命还相信一个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1月9号还可以给他送点礼物 然后请他帮我们忙 这是最高的皇帝 所以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很复杂的 他两边都包括 真的是涵盖一切 对 然后那个 当然说你们男的太多了 我们弄个女的上去 所以叫天上圣母 这个是什么 亚旦教知道吗 那个 叫什么教 现在不叫亚旦 一贯道 他的最高的那个神 不是男的 是女的 女的比较柔和 比较可爱 所以不能多大男的站在上面 应该有一个女的吧 所以圣母也上去了 好 那我们要讲中间这个 这个很好玩 这个中国人很相信这个 台湾也很相信嘛 对不对 风水 风水就是前人的遗骸晃智的位置 叫做风水 知道吗 所以当李登辉变成总统的时候 风水师马上跑到山枝 一看哎呀不得了 他的祖先就刚好放在龙的眼睛 这个叫画龙点珠 当然他是总统啦 你们那时候 你们祖先死的时候 就不会找到这个地方 他的家族一定是花很多钱 请那个很好的风水书 就看好这个山就是一条龙 刚好他的墳墓就在眼睛那里 当然是他当总统嘛 你相信吗 还是你随着那个是乱讲的 相信风水的人 相信这个 很多大企业的老板 为了这个 他可以把大门整个弄成墙 然后把墙关成大门 再放个水在那边 有没有 他们就是要 他们相信有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在这个世界的 可是不能拿去死员室证明的 而且这个是死的喔 你摆对就对 摆不对就不对 这个 你懂 首相 对不对 这个生出来就固定了 然后就看一看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决定你 有没有老婆 决定你要娶几个老婆 生几个小孩 都已经写在这里了 这个就是 机械的 是这个世界的 八卦 也是一样 你弄个镜子 画一点东西 放在你的 那个门口 妖怪就不会来 因为那个叫照妖镜 妖怪看到自己很难看 就害羞就跑掉了这样 所以这个呢 都是这个世界的 很多台湾人花很多钱 在这个方面 这个不是最高的什么夜啦 欢天明 这个是在这边的 还有就是五行 五行就叫运 我们讲命运 命运 其实这是两个东西 不是一个东西 命 动不了 你只能认 运的话就可以运了 对不对 运就可以运动 就可以动 所以就是什么 兵来降党 水来土淹 对不对 那他就算命的 就跟你说 我告诉你 你要做这个做这个 就可以改 那个改的是改运 那那个也是在这边 五行的 星象 这个人耶稣出生的时候 都有人看星星 就跑来拜他 有没有 他们相信天上的星辰 跟地上的人有关系的 那个也是你控制不了 是固定的 你只要会看 你不会看就没办法 在这边 符咒 有没有多少人 要去庙求一个 写了一些看不懂的字 挂在这边 有没有 挂在车上 就保平安啊 那你就相信 这个有魔力知道吗 有点特别的力量 那你找一个会的 帮你写对的东西 挂在那边 就不会被撞 也不会撞人 很多人 很多人 愿意相信这个 就在这边 是这个世界的 是机器的 法术 護符 鬼眼等等 好 这边 中国人很厉害 人死的 有三魂七魄 所以呢 这个魄 就要埋对地方 那个风水 那魂呢 魂你就要给他 请他吃可乐 还是什么 就是他喜欢吃的东西 这样他就很高兴 以后就对你好一点 所以呢 中国人对死人 有两个要处理好 一个遗海要处理好 一个是遗海 离开遗海 那个阴魂你要处理好 所以如果都没有人拜的话 你七月至少给他吃点东西 叫普渡嘛 你不普渡的话 你七月就倒霉喔 他都跑出来要讨饭吃啊 他饿了一年都没有人拜他嘛 这个叫做祖魂 那这是活的 你对他好 他说对你好 你对他不好 他说对你不好 不是死的 因为这个是在机体这边的 中国人最高的也是相信两个 中间的也相信两个 鬼魂 动物精灵 物神 等等 那我就想说天使呢 会住在哪边呢 天使可能住在中间啦 必要使要上去报告 有时候要下来做一点事情 所以他是跑来跑去的 有鬼呢 他住在哪里 他住在走边的二楼 如果有鬼的话 他应该会影响我们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抓来实验室证明 知道吗 而且他是活的 他不是你找不到什么 你要应付他 因为他是跑来跑去的嘛 所以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必须在你的观念里面 先给鬼一个空间 你不给他空间 谈鬼根本没有意义啦 因为他根本不存在嘛 那有空间要放在哪里 我的老师说 就应该放在左边的第二层 那每一个人不是都这样子喔 每一个人画的格不一样喔 就看你的宇宙观是怎么样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次 此事 他是 经验超验 好 在中间再画一格 就是超然 内柱 然后 这个叫机体 这个叫机械 这个是物界 心界 业命 上帝 风水 祖魂 我用一个代表这样喔 那有些人相信 这个世界 这个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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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这个存在 那个人叫做唯物论者 这样了解吗 所以 这一个对他来讲 这些都是扁的啦 所以你这样讲喔 就是这样 鬼应该是住在二楼啦 如果你相信 什么都没有 有没有注意到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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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跑掉了 全世界只有物存在 所以你也是六格 可是有五格 是虚拟的 知道吗 是被压扁的 你就是唯物论者 共产党 真的共产党 他相信 只有物质是全部的存在 所有的现象 都用物质解释 你不要跟我讲别人 那个都是胡说八道 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明 他不相信人文科学 他只相信自然科学 了解吗 那个不确定性的 他不管 他只有这样 可是这是唯物论者 那有一些人认为 不是这样呢 应该是心才是决定一切 这个是佛教 一般来讲是这样 他是唯心论者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你可以自己画 回去画你的图 在你的世界里面 哪一个人认为是迷信 是不存在 哪一个是存在 就会有不一样的 蛤的那个样子出来 好 如果你是这样子呢 这叫唯神论 佳尔文是属于唯神论者 一切都是上帝决定的 人的决定不算什么 只有神的决定 我们叫做这个神的主权 这是唯神论者 都用上帝来解释 那这边呢 是宿命论者 很多中国人相信 都是命啦 什么都不用说 这是你的命啦 我们叫做唯命论 还是宿命论 命的话你什么都不要做 你做也白做 命你也动不了 所以你看 这个四个角落 就有霸占不少人 有的人是唯物论 有的人是唯心论 万物存乎一心 有的是唯神论 就是佳尔文主义 他们比较是唯神论 那有的是唯命论 只有命 那佛教徒有一首诗叫做 菩提本灰树 明镜亦灰台 本来无一物 知道吗 物是不存在的 何处惹尘埃 所以基本上就是物是你幻想的 因为物是不是长存的 有没有看到这个椅子吗 这个椅子在五百年前不存在 对不对 在五百年后可能也不存在 可能烂掉了也不在了 所以你看见这个有这个椅子 这个是暂时骗你的啦 你看那个小姐漂亮吗 那个也是不存在 那是暂时骗你的 因为她刚好生在 父母是比较忧郁的环境 而且呢 爸爸不只是基因不错 他财力也不错 然后妈妈还是修养很好 所以她从小就被送去钢琴班 美姿班 怎么班的 一大堆班 然后走路起来就是飘来飘去 哇 让你眼睛就放来放去的 然后她会弹钢琴 会跳舞 又很聪明 IQ特别高 所以你看了就昏倒了 对不对 那其实那个都是骗你的 因为你跟她结婚 二十年后知道 她是像河东狮猴 她是 她的漂亮也慢慢就不见了 所以你看看 你看的那个都是骗你 所以叫做色不迷人 人字迷啊 是你的心有问题啊 那个人根本没有问题啊 你同意吗 说的也是嘛 对不对 结构混沌的人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对不对 你看那个老公 哇 三角形的很漂亮 没有几年就变成梨子一样 对不对 就是只有下面大 上面都小小的 所以都是骗你的啦 物根本不存在啦 那个永远存在都不存在 真的存在只有一个 所以那个 柏拉圖早就讲嘛 就是真的存在只有一个叫idea嘛 意面啦 就是只有那个存在 real 真的东西 其实都是暂时的啦 那背后就有维心论的这种观念 就是真的存在是那个意面而已啦 实体都是不完整的表现 而且是暂时的 好 那维命论讲完了呢 再来我们就说 大部分的基督徒 应该是这样子吧 你同意不同意 大部分的基督徒 他相信上帝 他也念自然科学 他也念心理学 他就不相信有鬼 他认为那个是迷信 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 知道吗 所以你的宇宙观 就是上帝 物理 心理 这个是你的世界 广句话讲说 你碰到任何事情 你就会用这三个来解释 你碰到的事情 你不会用别的 你绝对不会说 啊 那叫鬼打中 对吧 因为对你来讲 那个鬼是迷信嘛 就这两个字 因为你受了科学的洗礼以后 你认为那个不存在 因为不能证明嘛 所以这个是 我的教授认为 大部分的当代的基督徒是这样 对他们来讲 中间层就不见了 所以他的论文叫做 Escluded Middle 这样了解吗 他不相信算命 他也不相信什么鬼魂 知道吗 你问你自己 是不是你也是这样 对不对 我不相信那些东西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时代的 你还相信那些 所以叫失落中间 什么时候你会相信呢 有一天叫我鬼打中 你就醒了 对啊 要不要鬼打中 所以你就没有 所以这个叫做 失落的中间层 Escluded Middle 什么时候会回来 风水 主文 当你从不相信到相信 这个叫皈依 这是一个宇宙观 世界观的大的转变 鬼打中 你就中间就走出来 因为你没法 让他没所知 你中间就长出来了 好 好 那这是前年 接下来讲 鬼的现象 就圣经来讲 有哪些现象 第一个 鬼会来找人玩 耶稣基督都被鬼找他玩 那个叫做试探 人不找鬼 鬼找人 说我们来玩扑克牌好吗 耶稣被圣灵引导 说有魔鬼的试探 所以鬼主动来引诱人 跟他玩的游戏 这个叫试探 你可以不跟他玩 你可以跟他玩 看你怎么处理 那人找鬼的也有 鬼不找你 但是你碰到困难 上帝也不理你 你就只好去找鬼帮忙 那个人叫做扫罗 扫罗 扫罗他是 本来是不错 后来骄傲 耶稣就不理他 扫罗找先知 先知说没有话 扫罗去拔杯 拔杯拔不到杯 那个屋灵土名也弄不出来 可是敌人很强大 他很害怕 他到走投入路的时候 他最后一招 就是要找沙摩尔 那沙摩尔是他的老师 那沙摩尔已经死掉了 怎么办 就要找通灵的人 去把亡魂找出来 那圣经说沙摩尔被找出来了 这个问题来了 大部分的圣经学者 他们是属于失落的中间层 他们受的是这个科学的影响 所以他们相信 人死的是不可能回来的 可是圣经说回来 他们可以解释 所以那个不是沙摩尔 那个是 沙摩尔的地 沙摩尔被找出来了 可以吗 可以 可是那个是他的解释 这样懂吗 真的那个是沙摩尔 不是我们不知道 但是圣经说 沙摩尔被找出来了 你不相信的人 你还是会把他解释掉 所以我说这个都是解释的议题 你看 沙摩尔说 你帮我啦 因为上帝都不理我 至少我要问沙摩尔 到底这一次我会死还是会活 怎么办呢 那沙摩尔在午睡 结果被他吵起来 因为那个通天 你睡不着了吗 他说干嘛 他说 沙摩尔给我多少钱 拜托你出去跟他讲一下 那沙摩尔出来以后 沙摩尔吓坏了 沙摩尔跟他说 你找我也没有用 因为耶和华已经放弃你了 你一定要死 这个现象呢 圣经不常讲 但是很多人都有 叫做鬼压 你有被鬼压过吗 我们叫鬼压床 有没有 有吗 还是没有 真的没有吗 有啊 有很多人有啊 睡到一半就觉得 有人牵你的脖子 然后你要跑跑不掉 要动动不了 有没有 那民间 我们大部分人都认识是鬼压床 精神科有它的解释 我再讲一遍 精神科有它的解释 不等于没有鬼 这样懂吗 那个物理学 可以解释那个香蕉皮 不等于没有鬼 这个只是一个专业的解释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在某一个行业已经有解释 就可以否认其他专业的解释 这个是很笨的 因为某一个专业没有能力去处理另外一个专业的议题 就它的专业它可以处理 那我们我学过叫做hypnopompic hallucination 叫做hypnagogic hallucination 一个字个乐乐的很长 简单讲叫做入眠起跟初眠起的幻觉 可是大部分人相信是鬼压 我找一个圣经里面讲的是压 逼迫 鬼压 好 这个我们一空等一下说 这个hypnagogic跟hypnopompic hallucination 对不起 我忘了跟他们说 给我一个投影机 来得及吗 我可以写字的 来不及就没关系 这个只是有时候给你们学一个很长的字 你们回去可以跟人家展一下说 诶 我也要这个字 那个字乐场代表你又有学问嘛 对不对 Anyway 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大脑 已经可以用脑波24小时给它记录 这个已经没有问题了 谢谢谢谢 对不起 对不起 那 那个 就是EEG 我们叫EEG 不是EKG EEG 就是大脑的脑波 脑波可以分喔 分这额夜的 顶夜的 捏夜的 枕夜的 而且我们发现人清醒到睡觉 其实有4 stage 知道吗 第一阶段睡眠 第二阶段第三 而且知道第几阶段会做梦 就是 那个眼睛会跳的那个阶段会做梦 你一直睡到第三第四以后 后来跳回来第一 可是你没有醒 你眼睛一直在抖动 那你把你叫起来 你一定在做梦 所以这个是 精神科跟神经科 他们已经有这个资料 知道这样子 所以当一个人说鬼压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种脑波来检查 就发现一个现象 我们的大脑睡觉的时间不一样 就是我们的动 Motor area先睡 我们的sensory area慢睡 他如果同步睡就没关系 你就整个昏过去嘛 动的先睡 那感觉的慢一点点 那在这个动的已经睡了 感觉还没有睡的时候 你已经迷迷糊糊的 你对外面的光什么 还有一点感觉 棉壁压地上 还有一点感觉的时候 你觉得不对的时候 可是你已经动不了 因为你的动的神经已经睡着了 那个感觉就是鬼压 这样懂吗 好 这样是 谢谢 谢谢 有兴趣你就抄起来 这样你就多一个很长的字 我说很长就是这样 这叫hymnagogic hallucination 一个叫做hymnopompic 你去查一下这点 一个是入眠 一个是粗眠 反正 简单讲就是 我们在快要睡早 跟快要醒来的时候 会产生那个运动跟知觉 不一致的现象 在那个时候 就会产生鬼压现象 我再讲一遍 那个不能排除 真的有鬼来拉你 这样懂吗 那个只是 在我们的大脑 我们用仪器可以查到 你在产生那种感觉的时候 我们有这样的情形 那那个叫做鬼压 我们假设它有 那这是第三个现象 这时候鬼就比较不客气 它不是找你玩 你也不是找他玩 它可能也是压破你 再来一个就叫做鬼控 迷控 柴米心窍 鬼迷心窍 我那个照片不见了 没关系 就是说 有的人 有的人 有的人是 他的眼睛就只有看到钱 我们叫做柴米心窍 他为了赚钱 他可以打老婆 他可以把人家害死都没关系 他只要赚钱就好 就是柴米心窍 那我要讲一下 我的老师告诉我的一个故事 你们有钱吗 我是指铜板 有人有钱吗 借我两个 有吗 我很穷 我连铜板都没有 哇 这个还五十块的 这个不错 其实我是举个例子 我从我那个解剖学的老师 学了很好的功课 他说 我很穷 我内衣学的时候很穷 所以我的老师 为了这个把他的宿舍给我住 因为我没有办法租房子 我是租人家的一个 违章建筑的一个小房间 在农安国小旁边 那每一次到考试 我妈妈就跟 一样租那种小房子 那种穷人的打架 吵架 所以我没办法 我每一次考完试我就要搬家 那我到医学院三年级 念到 搬到医学院去的时候 我那个解剖学教授 知道我这个 他说 你认识学了 你这样怎么可能呢 每一次那个就要搬家 他说 我有一个日本宿舍 这是台大的宿舍 在那个 什么街 在台大急等处前面那一条路 徐州路 他说 那是我的宿舍 可是我已经存够钱 我自己買的 金华街買的一栋房屋 所以我那个不必住 如果你不陷 那个很老的宿舍 那个大便要很小心 因为下去下面水会跑上来那一种 可是 所以我大便都要这样 咦 赶快起来 然后再下去 就是要练那个蹲工 不然的话 你大碗的话要插很多地方 那个 插不住 你这都多老的宿舍 可是至少它是一个房屋 不是分租 然后我就一直跟他做实验 到医学院毕业 教我很多东西 他知道我的家里的情形 他就跟我说 你将来当医生会赚钱 你要小心 因为钱跟你的眼睛 会决定你的世界 他就要我拿两个铜板 你看喔 这两个铜板喔 如果你把它伸直的话 你会看到两个铜板 对不对 你还要看到很多人坐在这里 有没有 只有两个倒霉的 会被他挡住 对不对 这边可能挡一个 这边可能挡一个 因为这个铜板就挡一个 可是我看到很多人在这里 我如果把它缩小一半 我的钱就比较大 对不对 看到的人就比较少 对不对 那挡的人就比较多 可是如果我把两个铜板 就放在我的眼睛的最前面 什么人都看不到 我只看到钱 谢谢 所以问题不是钱的问题 问题是钱跟你的眼睛距离的问题 了解吗 你怎么把它保持在适当的距离 让你不会看不到钱 但是也不会只看到钱 这个就影响你的一生 知道吗 我一直记得他不是基督徒喔 这句话我一直记得 常常跟年轻的医学生讲说 不是不赚钱 而是你要知道怎么处理 钱跟你之间的距离 因为我讲到这样 柴米心窍就是钱贴着眼睛 所以看到任何事情 就想到会不会赚钱 你碰到这样一生就很可怕 对不对 他只考虑他的收入多少 所以开药就是开他那个回扣最高的药 管不管对你有没有用 他赚最多他就开那个药 要开刀就看那个开刀赚多少钱 他就开这个刀 那你碰到这个人就完蛋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做柴米心窍 如果一个鬼把一个人的眼睛遮掉 让他什么都看不到 只有看到鬼 那个就叫鬼迷心窍 照那个时候呢 他根本看不到福音啦 这个就是圣经讲的 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所以你怎么跟他讲都没有用 除了圣灵把这个拿掉 这个叫做鬼迷 这个鬼迷迷控就比鬼迷更厉害 鬼迷只是压你 现在是把你整个迷掉 你已经被他控制了 你看什么事情 就是受他的影响 最后一个就是 你连什么都不行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鬼迷 这是被你演讲很可怕的 完全失控 百分之百被他 不是只有被他迷而已 被他控制 圣经有提到 被鬼迷的 跑去忘了 然后很凶 没有人能够经过 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鬼迷的 最清楚的个案 圣经到底有没有鬼啦 看起来好像有 很清楚的第一个个案是扫罗 他说有恶灵从伊沃娃那里来骚扰他 所以这个还没有鬼附 是骚扰鬼 鬼饶还是鬼骚 他产生的症状 有一些精神科的症状 那时候他们找不到办法 发现有一个方法 就是找四大音乐系的可以 真的呢 现在有一种叫音乐治疗法 你听过吗 他们的音乐系不是去教弹钢琴 他是去治疗很多病人 音乐是有治疗的效果 那其实他的鼻祖应该是大胃啦 他可能以前在外面野外嘛 那羊乱跑他就弹琴 那羊就乖乖的 这叫动物音乐疗法 也许柴狼来 那柴狼就乖乖的 就不会吃羊 我不知道 反正他练得很厉害 后来扫罗很乱的时候 人家就请大胃来 大胃一弹 扫罗就乖乖的 那我想到这里我就很遗憾 大胃啊 你怎么那么自私 没有把这个传下来 现在赶鬼的牧师 就不会那么辛苦 只要拿把吉他 什么都不必讲 一坐下来 鬼就跑掉了 很轻松啊 可是失传 这是很遗憾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 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 所以鬼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 那时候耶和华是全部的 好神坏神 都从他那边出来的嘛 音乐敢鬼法 所以各位姊妹 如果你想学音乐 应该学这个吧 然后就位就这样子喔 谈话一线 然后找不到鬼了 很奇怪 就记载那么一个个案 这个分布的比例太不平均了啦 集中在伺福音 伺福音完了又没有了 几乎没有起来 到启示录再谈出鬼出来 所以我们圣经的 有关鬼的记载是 不是平均 是有集中 特别集中在耶稣来 可见耶稣来对鬼的威胁很大 所以鬼都睡不着都跑出来 就被抓到 所以我说伺福音最多 好 请问这个鬼 他产生的问题是什么 叫什么 熔牙嘛 在今天他会去挂什么科 耳鼻喉科嘛 熔牙应该是耳鼻喉科嘛 可是今天我没有看到任何牧师去耳鼻喉科赶鬼 这个是很奇怪的 最近的鬼改变他的种类的样子 那这个呢 应该是眼科跟耳鼻喉科吧 好 那这个呢 这个应该是互健科吧 對不對 那彎腰啊 要嘛是骨科嘛 或是外科啊 也没有看到人家去互健科抓鬼的 那这个呢 应该是神经科吧 Epilepsy 现在不是精神科 是神经科在看的嘛 你看看耳鼻喉科 眼科 互健科 骨科 神经科 我到目前没有看过一个牧师说 我去神经科抓鬼 或是我去骨科 去就被赶出来了 怎么还有机会 只有都是到精神科抓鬼 这个我对精神科觉得替他们抱冤 怎么你们不照圣经 至少参考一下嘛 这这个啦 这个会被叫精神科的啦 这个有点像啦 他住在浮沫里面嘛 铁链绑不住嘛 呱呱叫 他不打别人 他打自己啊 那大家害怕嘛 这个是今天可能会 被抓去精神科 对不对 我就问你 如果你是精神科 诶 诶 世光有来吗 没有吧 没有齁 精神科医师看到这个 你会给他做什么诊断 因为看起来只有这个最像精神病 如果你要区分就区分这个 会给他什么诊断 我来讲叫做 Catatonic schizophrenia 可是精神科有他的诊断 知道吗 因为精神分裂病不是一种啊 有好几种 其中有一种是 他发病的特点是 他的运动症状最清楚 要嘛就是有暴力 要嘛就是不动 僵止不动 他是以运动的表现为主的精神分裂病 那这一个人看起来 比较像这样 他会有力大无穷 然后就是运动症状为主的 而看起来他是有 社会孤立 他跟人家不能住在一起 他离开社会 所以有精神病的症状 而且看起来是这样 那这很奇怪喔 在我们精神科里面 我当Resident的时候 Catatonic schizophrenia还有 有住院的 可是后来我慢慢以后发现 不见了 全世界的研究有发现 是真的 越文明的地方 Catatonic schizophrenia越来越少 Paranone越来越多 所以可见 这个精神分裂病 是跟文明有一点关系啦 我只是让你们知道说 有这样的现象 但是那个Catatonic schizophrenia 是真的有 我再来说 那个有时候硬硬硬 可以三天就这样不动了 如果他是动起来 他就很可怕 你不小心在他患了的话 你一下就被他打分了 那个力量很大 是有 不是没有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 这样的脸来 我可能会考虑 他是不是Catatonic schizophrenia 我必须要区分 他是鬼还是Catatonic schizophrenia 我再讲一遍 我把他诊断Catatonic schizophrenia 不能否认他身上有没有鬼 因为这是两个系统的诠释 了解吗 我没有那个力量说 我在精神二可以给他一个名字 代表他就没有别的可能 因为我们的Catatonia有 有那个 Neurogenic Catatonia 有Depressive Catatonia 有Schizophrenic Catatonia 大家都是Catatonia 可是背后 可能有一个Demonic Catatonia 就是鬼附造成的 这种僵硬的情形 也有可能 我们有一个诊断叫Stuble 你知道吗 那个人快要死以前 昏迷的那个 昏迷指数很低的时候 就是 我们叫木僵啦 就是好像木头一样 那Stuble有 有那个 那个 那个 电解质失衡的Stuble 有 脑干中风的Stuble 有 忧郁症到很厉害的时候 Stuble 有 hysteria的时候 Stuble 所以 我们看见一个病人Stuble 我们背后还要想说 他可能是 背后是哪一个 了解吗 就是有不同的那个 的路径 造成同样的现象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ase 那 精神病有跟没有 鬼附有跟没有 所以其实我认为 不是精神病或鬼附 他不是一个 一条线 这边精神病 这边鬼附 不是这样 其实他可能很倒霉 他又精神病又鬼附 这样懂吗 他可能鬼附没有精神病 他可能精神病没有鬼附 他可能两个都没有 所以我比较喜欢用这种2x2 就是把它分成X轴跟Y轴来看 那格拉森这个人 他可能是鬼附 根据生存症 可是精神病又算他是精神病 所以他是两个都Plus 像龙牙 虾牙 彎腰 丁肩管 他不会被诊断精神病 他可能会被诊断 耳鼻喉科的 或眼科的 所以他没有精神病 可是他要鬼附 但是他造成的不是精神病 所以不一定鬼附就是精神病 因为鬼附可以是别的病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诊断精神病 但是找不到有鬼的 这是一般的 那你们应该是在这里 就是也没有精神病 也没有鬼附 我坐在这边大概是这一类的 比较多 好 现在这一个 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误鬼附走 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 你知道犹太人的会堂 会有一个管会堂的 管会堂的就是security 知道吗 看这个人是外邦人是不洁净 他就不会让他进去 污染那个会堂 所以这个污鬼附的 如果在门口被管会堂的查见有问题 他根本进不了会堂 就是有一个security会screen 所以他进去代表那个管会堂的查不出他有问题 所以我就假设 有一个鬼附可是完全没有症状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就是那个鬼很高明 你根本看不出鬼角的 看不出他有什么蹤跡的 那就是 所以鬼附也可以正常 不要以为鬼附一定精神病 所以精神病可能没有鬼 可能有鬼 没有什么都没有的也可能有鬼 那现在很多牧师相信 教会很多基督徒是鬼附啊 很多牧师是鬼附啊 有没有 你看那个灵魂派的 大家去聚会都要带塑料袋 要赶鬼赶着 吐一吐 好你鬼赶完了回家去 好这个 这个更厉害 这个鬼附不只没有症状 还可以看名牌 哇这个厉害 这个名牌鬼 对不对 台湾有很多人养小鬼 就是要玩这个 知道吗 你去买六合彩 中了那就不得了 那当然如果不中 就把神明的头砍掉 要放最老了 这个叫不准 对不对 不凝嘛 这个很厉害 这个死女 她不只没有症状 什么症状都没有 她还可以让主人捞钱 那因为她在保罗后面呱呱叫 保罗就把她赶出去 结果保罗就被打了 你把我的财神也赶走了 那还得了 所以鬼不一定都带来坏处啊 有好处啊 再来我们说赶鬼的侍奉 赶鬼的侍奉呢 这里有个个案 我们要小心 就是那个 耶稣的学生 他们因为 就是像我这样嘛 一点半上课很累嘛 你们不是不听啦 但是实在是太累了 所以就打瞌睡嘛 我讲到重要的时候 你没有听到 等到真的鬼来的时候 你就忘了怎么赶啊 因为那时候耶稣在讲的时候 我没有听清楚啊 所以他们赶半天赶不出来 那耶稣带了三个要好的到山山去退休会 他们很高兴啊 然后彼得就说 你够大整天啊 我搭个鳥子这样 你们住在那边 耶稣说不行啦 屈子一算 上面九个学生人家快要翻倒了 人家挂号赶了半天赶不出去 说你们这个什么招牌啊 要把他拆招牌了 所以耶稣赶快下山来 就帮他的学生解尾 那个是那个故事喔 就是那个爸爸带了一个小孩子来 那耶稣下来 然后赶出去了 然后学生就说 老师啊 你怎么搞 我们赶了三天赶不出去 他说你们都是吃太饱啦 你知道吗 那个赶鬼有时候要饿肚子才有力量 那你每天吃吃的那么饱 当然赶不出去啊 所以耶稣跟他们说 这个要注意啊 这个身体的状况也有关系啊 就是要进食祷告 他才会出来 所以这个还有一些秘诀 然后另外呢 那个耶稣赶得太厉害了 所以他们呢 鬼有伦理知道吗 就是大鬼管中鬼 中鬼管小鬼 小鬼下面拉布拉搭的那个鬼在下面 所以他们很乖喔 比人类还乖 就是阶级很清楚 所以如果你可以赶一些小鬼 代表你里面的鬼是中鬼 那耶稣什么鬼都赶回去 他应该是大鬼 这样懂吗 你那个扑克牌 你拿到那张大张的每一张都吃啊 所以他们就说 耶稣啊你是靠鬼王赶鬼吧 别是不是鬼 因为耶稣到哪里 每一个鬼都赶得出去 那耶稣说 好吧 那我是靠鬼王 那你们的弟子赶鬼靠什么 这句话代表什么 没有 犹太人也赶鬼 而且有效 了解吗 因为没有效 找就不存在的人 人家不会找他嘛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赶鬼不是基督教的权利 知道吗 不是专利啦 所以我们民间说 生死妈在抓鬼 有没有 生死妈在受惊 你不要随便说那是迷信 你就先听就好 就是灵界有灵界的伦理 知道吗 那他们真的是可以 用这个去赶那个 那当然这个要对他好 不然的话他再找猫 他再找一次更大的来 赶这一支嘛 那 我只是要讲说 赶鬼不是只有基督教才能赶 所以台湾很多赶鬼的 我们要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你那个六格啊 要给他一个空间 不要一下就用明信两个字 就把他挡掉 那再来就是 他是一个权柄 但是呢 有人没有交那个 Franchise fee 就偷用啦 就是那个7-11 你要每个月交那个 那个会用你才可以用啊 那耶稣牌很好用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耶稣牌 你要给耶稣交一点 每个月看交多少钱 他没有喔 他就偷偷的挂牌 而且赶得还不错 所以那个学生就很生意说 耶稣啊 那个人没有教你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连锁会 那个叫 加盟会 加盟会 没有交加盟会 他就 假冒你的名字赶 而且赶得还不错 耶稣说 不要这样小心脸啦 鬼那么多 他帮忙赶一点 有什么关系嘛 耶稣度量还蛮大的 所以这个 被盗用啦 这是一个power 而且有感觉啦 只要人就可以赶鬼 那个人只要他是比较正气 那个一般那个胆小鬼一赶就走了 知道吗 你看这个人 这是那个 没有加盟 然后就乱挂牌的 他说 他没有挂号啊 他没有交学会 他怎么可以用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 我禁止他 然后耶稣的答案是说 不要那么小心脸 好这个很厉害这个 落荒而逃 所以我常常劝那个赶鬼的弟兄说 你要穿紧紧身衣 如果那个被鬼附的人开始凶起来 你要赶快跑 不然你会死得很难看 最近我 我在东西碰见一个个案 听到一个个案 我的传道 我不在的时候 那我们有一个客服班的孩子 一个孩子 那老师觉得他有一点问题 所以就决定去加访 那这个女传道就带了两个童工 就去访问 阿嬷 还打电话问他说 可以吗 可以 然后就跟阿嬷讲话 讲话的时候 开始还好好的 慢慢就觉得奇怪 怎么一下子变成另外一个声音 那个声音很明显的变另外一个 那我们那个传道就有点毛毛 这是什么事情 然后变声音的时候 讲的话人也懂 原来这个就不搭了 就是好像是两个人在讲话这样 然后后来就说 就跟他 意思就是说 我在这儿大经厨啊 你不要来吵啦 就是讲这样的意思 那那个传道就说 哎呀糟糕 去打就跪了 现在 然后他就 他在华省念的时候 可能也听过这个课 他就 噢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出去啦 就要跟他看嘛 想不到他还没有讲完 楼上有一个更大的鬼 有一个懒得 刺了扇身 跑去 你要做啥 要跟他打 那个孩子的爸爸就出来 打圆肠 就说 你快点你回去 不要 他就是出来把这个事情摆平 我那个传道回来 就怕一个面 叫得很小 怎么办 怎么办 可是我不在 所以 很遗憾 我没有机会在现场看看那个是什么 不过根据他的描述 就是我觉得有可能在台湾还有这样的现象 至于背后你怎么解释 我讲过你可以不同的解释 那我碰过一个最接近的是刘富里牧师的个案 刘富里牧师是我刚去美国的时候 他知道我是精神科背景 所以他相当的要器重我 就是他碰到一个怪怪的个案 他就要我去帮他看看是不是精神病 因为我有这个专业他没有 所以他请我去 那那个个案很好玩 那个个案是那个台湾去的移民 刚到了一个礼拜 那在洛杉矶跟人家买了一栋旧房屋 是墨西哥人的房屋卖给他 那小孩子刚从台湾来七岁 还没有学英文 还不会讲英文 然后就是会讲国语这样 然后就住进去 结果住进去三天以后 这个女孩子醒过来居然讲墨西哥话 那你老爸听了没有了 那在说什么 因为洛杉矶很多墨西哥人 讲是Mexican 讲墨西哥话 然后逛到他说 那这个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就赶快去找邻居 因为邻居还有很多老墨 就请他们来听 结果那个女孩子说 她不是女孩子她是男孩子 她不是七岁她是三岁 然后她住的地方很冷很湿 越说越听不清 你说你是在说什么 后来他就去查去问 发现原来卖他的那个墨西哥人 他们有一个三岁的小孩 跑出去外面被车子撞死 然后那个小孩就埋在 洛杉矶的一个坟地 那几天下雨 她的地就比较低 泡水啦 那这个是可以凑起来啦 但是 就是 奇怪 到底是 是什么 因为这个女孩子英文都还不会 她哪里来的 墨西哥话 她讲的这些 又跟那个前五组的小孩子的一些遭遇 又有一点可以match 到底是什么 那刘慧玉牧师很小心嘛 就打电话给我说 蔡老棠 这有这么一个个案 他跟我讲的啦 所以我跟他爸爸讲好我要去看看 能不能帮忙 我就很有趣啊 我说这个不错啊 这个个案不错 我就想去 结果呢 约好时间要去的时候 这个女孩子开始有暴力 知道吗 开始就是打玻璃啊 要打人啊 在美国是 没有暴力的时候 你不能强制住院 有暴力的时候就强制住院 就是不管是伤害自己 还是伤害别人 那所以 那个晚上就 马上被警察就强制住院 而且就禁止接见 就是暂时要把他隔离 所以很可惜 我愿意去 可是那个个案也 就没有 就到那边 那后来也没得追踪 这是我碰过的 就是我最可信的 不像是传说 不像随便讲的 大概是这个样的一个个案 那 他不只被盗用 还跟得救无关 这不是我讲的 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来 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 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亿能吗 所以 我今天早上才讲的上篇道 你讲道 讲道很多人很感动 悔改信主 可是你不一定会得救 这样懂吗 讲道者是一个恩赐 跟得救无关 敢鬼也是一个恩赐 跟得救无关 因为主跟他说 你这个作恶的人 我不认识你 你离开我去吧 所以神给我们有两个恩典 一个叫做圣灵的果子 一个叫做圣灵的恩赐 看到了解吗 Gift of Spirit 跟Fruit of Spirit 这两个东西 如果神跟你说 我不能给你两个 我只能给你一个 我会求神给我果子 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信实温柔 解释良善等等 因为这个是在我的生命中 结出来的改变 如果圣灵给我恩赐 是在我生命中能够帮助别人的能力 这样懂吗 所以我们说坏人 臭人也可以种出甜西瓜 你听过这句话吗 他人其实很臭 可是他种的西瓜可以很甜 我有能力 我可以让别人信主 我有能力 可以把别人鬼赶出去 这个跟我都无关 我这个人是不是得救 不在乎我有多少能力 在乎我有沒有被圣灵 改变我的生命 这样了解吗 所以不是不要求这些恩赐 不要只求这些恩赐 求果子 心裂素的目的是生命要改变 有能力当然很好 我们愿意帮助别人 可是那个跟你得救无关 我不能说那个不得救 我只能说那个是跟救恩无关 irrelevant 有这些异能 只能你能够帮别人 再來 我们讲一点diagnosis 这个是环谷他 花蜂自杀以前 他自己把自己的耳朵割掉 画了一张图 环谷后来是Skidofrenia 后来就自杀了 他是一个艺术家 画的图很贵 很有名 那我们在讲精神科的诊断 我们有两个诊断 一个叫临床 一个叫病理 不只精神科 所有医师都是这样 临床跟病理是这样子 当一个病人有问题 来找医生的时候 医生只能给他做临床诊断 因为病是在身体里面 你看不到摸不到 你只能从你能够抽得到的血压 或是量一些什么血压 你来形成你的诊断 这个诊断是根据医生过去的经验 累积了一些统计的数字 给的我们叫clinical diagnosis 临床的诊断 这个常常都是用我们叫tentative 暂时的诊断 因为我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 当然我们现在实验室多一点 我们抽血 照X光 可以多一点证据 你的确诊性会提高 但是只要病人还没有死 没有一根梗 这个就是诊断 只有叶鼠他可以这样讲 叶鼠是pastologist 你知道什么叫病理学家吗 病理学家说你已经死了 他把你解剖 把你全部的器官都拿去检查以后 他就可以做CPC 知道吗 那我们医生最怕CPC clinical pathological conference 这个临床跟病理的个案讨论会 我们小医生去听 最喜欢听那个大内科教授 讲了半天讲完 S5一站起来说都不对 医生脸都滤掉了 因为他只能根据临床的 不管他有多少 可是病理的就是等于是法官的 他说根据我 他死掉以后 我的肝的切片是这样 我给你看 他的肺是这样 所以你讲的那个诊断不对 所以就是这样子 那个诊断就是很厉害 提出来 因为那个病已经死了 我要挖什么都可以挖 医生不可能 你只能在不伤害他的范围 你做一点检查 所以我们每一次只要做临床的诊断 我们就要小心 我们只能暂时的 说可能是这样 了解吗 比如说你发烧 你有流鼻涕意思是说感冒 那个也是临床诊断 大部分是这样 可能有时候就不是 所以这是暂时的 这是猜的啦 这个是比较确定 当然不是百分之百 可是这个肯定性算蛮高的 然后临床诊断还有考虑病程呢 因为他现在这样给你看你这样诊断 两天后已经不一样出来 你发现你诊断会改变 就随着这个病人的不一样 我们开始像Schedophenia 不会一开始就有精神分裂病 开始可能是焦虑 就是不安不安不安睡不着 那我们就会给他诊断失眠焦虑 可是过几天开始说他听到声音 我就觉得不对啦 那我就诊断就改啦 就说可疑是精神分裂病 到后来妄想什么都出来 我就说啊 那个焦虑只是要发病前期的那个 Prodrome前面的症状 所以我们要给一个诊断 我们还要看着病人跑 然后一直在修正 再了解吗 这个是临床诊断的困难 好我病程诊断 如果到最后他已经很清楚的诊断了 但是我不能因为这样就确定他的病因 病因最后到病理的时候 还可以试着去找找看 那病因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 那个解释的问题 就是一个人的发烧 你量体温 你就可以给他诊断的发烧 可是他怎么发烧 他可能是脱水你知道吗 他可能是绿过性病毒 他可能是里面有癌症 癌症的病人也会发烧你知道吗 所以当你诊断他体温很高 你写一个发烧 你等于没有诊断 你只是临床的一个描述 对不对 然后等到你抽到他的血液里面有细菌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是心理引起了 可是也不保证 也许他有细菌还有癌症也有可能 所以当我们在做病因诊断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你找到这个病因也不能排除别的病因 所以鬼户的诊断是属于病因的诊断 这样了解吗 可是很多传道人却用临床的观察做病因的诊断 这是我认为最容易误诊的地方 因为有很多精神病患 他的临床的表现跟鬼户会让人家混乱 所以很多没有精神背景的 他没有那个知识 当然他不会想到那个病 他就想到这个人怪怪的可能鬼户 第一个是Skydophenia 我讲过他会有听到声音 会看到什么 会有声音跟他说你去死你去死 我们就有那个是鬼 在跟他讲 这是一个 再来歇斯底里是另外一个 hysteria hysteria是Floid发现的病 就是那个精神压力达到一个程度了以后 那那个人呢 他会变成两个人格 你听过那个三面下挖吗 就变成三个人格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些 不为人知的部分 那一部分我们都处理得很好 一个很和蔼可亲的人 他里面有凶悍的一面 可是他处理得很好你看不出来 他如果每一个人把自己 负面的那一面压得很好 压到太完整了以后 那个人有时候那个会冒出来 就变成完全另外一面的人格表现出来 那个就变成叫做双重人格 那hysteria有这样的情形 所以不懂的人会以为说鬼妇 他不然这个人怎么保另外一个人 那个是鬼吗 这个是歇斯底底症可能被误诊 强迫症的人也可能会被误诊做鬼妇 因为强迫症的人会有一种感觉说 我不想做 为什么我要做 是谁在让我做呢 那个强迫症一直洗手啊 一直怎么样啊 他自己也很气 可是他就没有办法 他觉得是有什么东西在逼着他去做 其实跟鬼都没有关系 只是他的强迫症 obsessive compulsive 也可能被误诊 然后忧郁症的人会被误诊做鬼妇 因为忧郁症的人到厉害要自杀以前 都会听到有一个声音说 你去死吧你去死吧 他就自杀掉了 那个你去死是他的忧郁的症状 还是鬼在跟他讲你去死 这个也有可能被误诊 最后一个是小孩子比较常见 大人不容易见 叫Gilles de la Tourette 这是一个法国医生发现的 就是小朋友很乖没有问题 然后到国小五六年级 突然就变得很奇怪 不输鬼啦 就是小男孩 就会去拉女老师的裙子 把人家拉下来啦 然后会骂髒话 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动作 那父母就莫名其妙 叫鬼爬着 好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其实那个是一种特别的症 叫Gilles de la Tourette 我跟你们讲 只是让你们知道说 在我们的病当中 不是只有精神分裂病 被误诊做鬼妇 其实还有一些小小的东西 不是要你们去做这个诊断 只是让你们有一个这个观念说 原来精神科被误诊为鬼妇的 还有其他的情形 这样就好了啦 那鬼妇是一个现象吗 那临床观察的只能够观察到现象 然后病因呢 这属于你有阴阳眼 不然你看不到 就是你一眼就看到鬼 那就没有话讲了 对不对 就好像医生他有那个特别的仪器 他一下就看到那个细菌 那就没有话讲了嘛 你没有那个仪器你看不到 你只能猜嘛 根据我的经验 他可能是某一种细菌引起的 就这样子 所以当你还没有 神给你没有这个设备的时候 你只能做临床的观察 就不要做病因的诊断 这个就是圣经讲的 如果神给你有辨别诸灵的恩赐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就一分两瞪眼 我必须承认我没有 我没有能力 一眼就看出来你有没有鬼 我没有 那我就比较辛苦 我就必须要先 rule out 可能是这个病 那个我有那个能力 我只能把精神病都排完了以后 我还不能解释 会不会是鬼 我还不敢说一定是鬼 这是我的限制 但是如果教会有一个传道人 他有这个恩赐 他根本不必排除 他一看到这个就是鬼 就是拉撒鬼 就是拉撒鬼 好 这个是最容易被误用的圣经 我看过一本书 以前开始要对这个题目有兴趣 找来找去只有一本 题目叫做鬼附与心神病 那个作者就教你用这个方法来诊断 就是问他 灵 认不认耶稣是道整肉身 用这样来做诊断 我觉得这是误诊的机会很大 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 总要试验 那些灵是出于神不是 世上许多假先知出来 灵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 就出于神 灵不认就不是出于神 这是狄之论 所以根据这一句话 那个作者就说 你看到一个怪怪看不懂很简单 一直问他说 耶稣道整肉身 你承认 你承认 那个如果说 鬼 敢 如果他说承认 好 那不是鬼 那就没有问题 这样不是很容易吗 不知道认得看不懂 我就问他 耶稣道整肉身 你认不认 那如果聪明的鬼说 认认认 就不会被赶了 因为你认的就是出于神 那 遁一下 或是不认的 马上就赶 那这个我觉得是 圣经勿用的最可怕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不是管理 敢不敢 是信不信的问题 很清楚吗 而且对象不是病人 对象是牧师啊 叫做假先知 所以这是哪一个牧师很厉害 本来要 弟兄姊妹辨别这个牧师 讲到是不是出于神 还不是出于神的 居然被那个牧师转成是 看这个病人是不是鬼父 如果是这样 一切的灵人不可都敢 总要试验 那些灵出于神不是 事实上有很多病人 已经出来了 还你认耶稣是道成做生的 那你就不要敢 如果不认就敢 不是啊 他想的是教导的问题啊 是牧师的教导内容的问题 可是居然被扭曲来 变成是辨别 是不是鬼父的一个 好像秘诀啊 我觉得不能这样做 因为圣经记的鬼 看到耶稣都认 没有一个不认 鬼一看到就说 我知道 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那么清楚 你居然说 不认的就是鬼 没有啊 鬼认啊 只是鬼怕耶稣啊 他不是认了以后就信耶稣啊 他怕啊 好 一个人怪怪的 你怎么诊断呢 第一个他饿 第二个他病 第三个他妄想 第四个他鬼父 这是我的教授给我们四个D 一个人行为跟正常人不一样 奇怪的时候 第一个是他的问题 他邪恶 所以不要讲别的 就是他是坏人啦 他道德有问题啦 这个需要警察处理 需要法官处理 这是恶人 他去强盗 他去抢劫 他做什么 这是他坏 需要司法体系处理 如果我发现他做这些不对的事情 可是后来一检查 我发现他脑里面有脑瘤 那个就是神经科的问题 他这些怪异的动作是脑瘤引起的 如果我发现他没有脑瘤 可是我发现他心里面一直认为 人家要害他 那这是妄想 这是心里的问题 但也会有怪异的行为 如果都没有 你再考虑会不会是灵界的问题 所以不要一个人怪怪 马上就想到他是鬼父 你至少要排除其他三个可能性 我个人认为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鬼父有三大特征 第一个 他应该有一个以上的位格 可是一个以上的位格 也不一定是鬼父 因为我们精神科有歇视底底症 他可以有两个三个位格 所以这个不是一定是 但是一定要有这个才是鬼父 因为鬼是另外一个 一个格 那跟人格有点混在一起 你可以在一个人里面 辨出两个格 你就要考虑会不会是鬼父 然后再来叫 他有不同的名字 再来就是他有一些 你不能解释的能力 就像我刚才讲那个女孩子 他是七岁的 台湾去的女孩子 英文都还不会 突然讲墨西哥话 那我就有一点不能解释 他的墨西哥话哪里来的 所以我心里面会开始打问号说 会不会是灵界有关 大概只能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 这个就是有特殊能力 可以花财的 他对耶稣的关系不是不认 他是承认 但是抗拒 拿撒得人耶稣 我跟你说 我知道你是谁 我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所以他并不是不认 他是认 认完以后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不要来吵我 所以是一种矛盾的关系 不是不认的关系 好 最后讲到 你碰到鬼你要怎么办 第一个 最好是团队侍奉 如果教会有精神科 意思是像世光长老 然后如果还有辨别助理恩赐的 这两个配合起来就很好的服事 物诊的机会比较低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要比较小心 再来就是要整全的侍奉 不能赶完拍拍屁股就走 因为耶稣赶勾一个鬼 后来他就带七个鬼进来 所以那种赶鬼大会最危险 赶完那个人就钱拿着他就走了 然后再鬼再进来 赶鬼恩赐的人走了 那剩下那个牧师又没有赶鬼恩赐 现在一只变七只那就头痛了 所以这个最好是当地自己来做 而且是持续的 因为做完你还要继续追踪 继续保护他 不能只有赶完就没事了 这个可能后面还有副作用 最好是用教会来做 因为赶鬼不是全部 后面还有他各的得救长大成熟 要继续的做 再来一个要小心 从医学的角度来讲 就是伦理的问题 很多赶鬼的后来都被判去坐牢 因为他们把病人压死了 在美国也有 在韩国也有 在非洲也有 在欧洲在英国都有 因为被诊断鬼物常常就是有暴力 就是会暴力 然后那个赶鬼的牧师 一个压不住就两个三个四个 后来在美国有一个是六个大人 压一个小黑人 后来压了半天 鬼敢出去 因为他没有再反抗了 才发现不是出去的 是死的 被压死了 我今天没有时间 我有很多那个录影 就是证明后来被判罪 被判刑 所以要小心 就是不能伤害嘛 那再来告知同意 这个起码 他不同意你不能乱做 这个是现在伦理的基本的 Informed Consent 一定要有 这是权柄 所以不是大声就贏了 其实你看那个黑道在打架 那个真的大牌的声音都很小 你知道吗 那大牌的 眼睛抗一下 那就死了 你知道吗 眼睛抗一下就好了 黏声也不用说 很多牧师赶鬼 哦 哎呀哎呀 那大声 那个又不是龙牙鬼 你干什么大声干什么 你只把隔壁 不然我怕死而已 你 那个不是靠音量赶鬼的啦 有权柄没权柄 你有权柄 你有权柄 小小声甚至可以遥控赶鬼 对不对 大家电话说 跟你们别走 他就走了嘛 怕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权柄 还有你要过圣洁的生活 有时候要有一些预备 不是说敢就敢 不能随随便便 我的时间到了 我会讲完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蔡牧师的分享 我想大家听到很精彩 都欲罢不能 那 呃 我们也要让蔡牧师休息 所以我们基本上 就开发一点点问题 所以现在有人有问题 要再就是更了解一点的 要问蔡牧师吗 没有 那会不应该有那个操练的场位 团队 要看那个 维伦牧师 光圣传道会传达维伦牧师去考虑这个 其实我个人觉得赶鬼 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操练或什么 第一个就是你要有诊断的能力 你没有诊断不要赶 因为他如果不是鬼 你把他说赶鬼 结果当然赶不出去 因为没有鬼啊 那个人又相信你讲的话 以后他就一生背負那个 我有鬼 那 那个后面就很难收拾 所以诊断不清楚 我的做法是我不清楚 我就说我们来为他祷告 然后就说求神医治 这样 我会用一般的话祷告 我不会针对说这是鬼 然后赶鬼 因为万一他不是鬼 你把他诊断是鬼 你是把一个边放在他的心里 变成一生的阴影 我觉得那个很难收拾 除非你很清楚 或是你教会有一个辨别诸臨恩赐 那我就不在此意 如果你还在那边是不是鬼的时候 你就先不要用鬼这样的方式 我这样讲不是说没有鬼喔 我说不管他是鬼不是鬼 反正他现在有困难嘛 他有问题嘛 你就 我叫generalize 用一般的求神医治 求神释放 这个这样我会这样做 但是没有很确定的时候 我不会轻易的给这个诊断的名字 因为这个误诊后面的伤害恐怕很难收拾 好我们还有其他问题吗 好我最后一个问题还有没有 都没有喔 诶好诶等一下最后面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后面 那这个等一下再换你 那我们就没有 就这两个 好等一下 我想请问啊就是有时候我们看人的眼神 就他那个眼神会 有的是真的会有一点点 一点点绿绿 或是今天你可以从他的眼神判断他 但是有时候他可能也没有怎么样 可是你可以从眼神感觉出来 那但是也不太 他也不觉得他自己有什么问题 可是我们可以感觉到那个灵可能不是 就是可能这个人怪怪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对那像这样有时候印堂花黑啦 眼神怎么样 这些都是我把它称作是临床观察 我一直在跟你解释就是说 这些你也可以观察到 那你观察到觉得不太对的时候 你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个 会不会是什么 这样就好了 但是你如果不是确诊 你就不要讲那么确诊 如果你眼神这样你是鬼户 我觉得除非你很清楚 或是神跟你说这个是鬼 那是OK 没有那么确诊以前 我们宁可用tentative 一般的医生他们都会用tentative diagnosis 这是我目前暂时的诊断 这样可能比较好一点 那那个是一个 像我说的那个东史那个就是 他的声音就变了嘛 这个也是一个记号嘛 还有他讲的事情就变成是两件事情 就是开始两件事情跳来跳去 所以我那个传道才会开始担心说 会不会是鬼户 最后是另外一个鬼从楼上跑下来 然后就是要打他们 他们就落荒而逃 这是那个故事的结局啦 最后是这样啦 不过还好衣服有穿好 没有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 不过我怀疑那个可能是 但是我还不会给他诊断 虽然我听了 我会发现有可能我诊到那个程度 这样 好 最后一个 那如果是那个耳鼻和科 别的科 如果是鬼户的话 那他这样看耳鼻和科有效吗 应该无效啊 因为那个 诊断不对治疗不会有效嘛 有很多人说那个精神 精神病人有很多都关了一生都关不好 有人就怀疑说会不会是鬼户 因为他不是精神病 他是鬼户 然后你治就治不好 或是说他不是鬼户你敢 当然敢不好嘛 因为你误疹嘛 你把它放错 放错 就不对啦 那精神病也有不会好的 没有错 不是一定会好 但是有人就在说 会不会里面是有鬼户的 有鬼户的你用精神科绝对治不好 因为精神科没有治疗鬼户的能力嘛 那个本来就是不在他的专业里面嘛 那一般来讲这种奇怪的 我们会给个诊断叫 就是文化有关的症候群 所以精神科也有他的处理的方法 不过那个大部分就是观察啦 然后陪伴这样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针对性的治疗方法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我们再次谢谢蔡莫斯